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 佛法的高境界 就是寄然不动 寄就是安静 然就是自然 一个人要清静才能得住 什么事情干净了 你就能够住下来 举个简单例子 能够到一个地方去安定下来 这个地方一定是很安静的 能清静的 所以我们人经常在冷静之后 就会变得非常有智慧 一个人在烦躁的时候 就会失去智慧 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很烦躁 在骂人啊 在吵架啊 在想不通啊 那个时候智慧就离他而去 所以冷静之后 人会有智慧 人在忍辱之后呢 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脱胎 换骨 你想想看 你能够忍耐 说明你这个人 已经忍 忍所不能忍 想一想了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你能做到 你是不是已经脱胎 换骨了 所以有佛性的人 能够忍耐 能够有智慧 平静 清静 心得住 所以很多高僧大德 他们修心都是不言而善应 不言而善应 就是告诉我们 有的事情啊 你用悟性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去说的 你去看整天叽叽呱呱 不停地跟人家解释的人 这个人有智慧嘛 所以不言而善应 也就是说 不管在人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都是能够从善 去应对 你会有善的感应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打坐 好不容易 憋了一天了 到了晚上 出关了 又开始满嘴胡说了 所以他憋不住 言多必失 在中华传统文化上说 言多必失 有的话你不如不说 因为你说了 你会找不到自己的智慧 你安静了 寂静了 你冷静了 智慧就跟着你边上 所以你才会找到你内心 本性的善良和清静 你想想看你能够清静的人 你是不是能够找到清静啊 一切都是靠自己 每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的走出来 这个智慧之路 所以学佛人经常说 我今天有灵感了 是菩萨对我说的 有些人打坐 听到菩萨对他讲话 是有 但是不能沾沾自喜啊 你知道 你能见佛 你也能见魔 你心中的魔性很多 你根本不能寂静 找到本性的任何感应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人静不下来 不能心中安定 他就找不到本性 找不到本性的人 没有任何感应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有感应的人 就是有智慧 过去说什么叫聪明啊 聪慕明啊 反应快 那么很多人沾沾自喜的呢 魔考就来了 你说你今天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考验你就开始来了 别人讲你一句 说你不好的 你经不起考验了 上船下跳 马上就不得了了 你不能寂静啊 所以你就找不到你的本性啊 然后你的身上 就没有任何感应啊 所以有些人 一觉得自己看到菩萨了 或者看到什么了 然后沾沾自喜 别人说他几句不好的 马上上船下跳 最后着魔 精神分裂症 我会这样吗 我是谁啊 永远找不到自我 永远丢失了 佛性和悟性 所以真正得到之人 是无言无声啊 无言无声 他没有话 他不要发声音的 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所以有的时候说 此时无声 胜有声啊 你能够理解别人 你还要说什么话 比方说 今天公司里缺了一样什么东西了 人家说是他拿的 你只要看看他 从来没拿过东西 你用不着讲 你拿过吗 不讲话 此时 无声声有声 你知道 肯定不是他拿的 不可能的 这就是一种心理的感应 所以有感应的人 他是有智慧的 所以无言无声 无行无真啊 就接近本空了 无行无真 要有什么行为啊 不要去跟人家争啊 你就接近自己本空了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性啊 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东西 你想在空气当中 能够找到什么实质性的物质吗 空气当中没有实质性的物质 它是虚空当中的 各种分子的结构啊 所以涅槃清净 涅槃的人是开悟的人 开悟的人是清净的人 清净的人是不会给人家脸看的 不干净的人 动不动就要给人家脸看 在这个社会上 你不能做到圆满寂静 你的心永远在激动 所以人家说激动的心 使你上窜下跳 使你不能平安 使你不能平稳地生活在这个人间 那么你就丢失了智慧啊 因为智慧永远跟激进作伴 不会跟烦躁作伴 也不会跟烦恼作伴 所以圆满激进 就是与世无争啊 你们想想看 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他会不激进吗 你搞他 他笑笑 这是人间 你讽刺他 想想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境界不是一样的 大家要好好修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已经与世无争了 因为你自己所得到的 心里的无色声香未处法 所有的一切 你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 无苦即灭道 你都明白了 所以无知欲无得呀 亦无所得顾呀 人就是在这种迷惑困惑 当中丢失了自己的本性 以为自己对的 以为自己内心有灵感了 以为自己接近本空了 实际上你的空性 还是在幻灭当中 所以有时候 无言是一种高境界的寂静 很多世界上人间的事情 你评论干嘛 这种事情 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的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夫妻吵架 夫妻打架 你说谁没有道理呀 你跟孩子吵架 孩子都有讲出一套套的道理 这些道理你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他能接受吗 他也不能接受 那你说说什么理呀 所以那么我们说无言 那么就是一种高境界 无言是什么 无言就是对社会的一种看穿看破 我看穿这个世界是假的了 是虚幻的 我没有必要去解释 别人来污蔑你 诽谤你 你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 你要去解释吗 比方说你从小到大 品质很好 从来没有偷过东西 突然之间人家污蔑你说 你偷东西了 你有必要去跟他解释吗 所以寂静是一种高境界 所以高僧大德 修得越好的 八风吹不动 鲁鲁不动的本性 才能净显 金刚菩提的得道之心 所以佛道和菩萨 都是清净空气 鲁鲁不动 你去看一个人 如果能够稳得住 这个人就是鲁鲁不动 一个人碰到事情就跳 碰到事情就闹 那么这个人最后 就是如水中的如花草 浮在水上 我们人为什么会轻浮 人为什么会动不动就跳 因为心一动就会有行动 因为很多事情你心动了 你的行为就开始动了 所以很多人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动 然后才会造成 然后才会造成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行动 所以学会控制自己 要修到无私无为 我什么都没做过 这个事情我没想过 好事情我没想过我就做了 既然不动 鲁鲁不动 如果你已经不去想它 你就能做出善事 你根本没有去想过我要做某一件事情 去为了得到某一种目的 那你就是无为 你的修到就会有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你为了修到成道 拼命的去打坐了 去苦修了 并且想知道自己的未来了 想知道自己的过去了 你在找寻那些虚幻世界当中 曾经拥有的你 那你就在虚幻当中 失去了禅定的心 你得到的那种神通 也是虚幻的 不实的 那么最后给你带来的只是一种幻觉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现在想想你们的小时候 某一件事情 曾经跟人家吵架去报告老师 或者曾经伤害过同学 这些事情是不是现在想起来 就像一种幻觉一样 为了跟人家争某一个名利 去伤害别人 去污蔑别人 所以寂静就离他太远了 一个很稳重的孩子 他不会轻易去伤害别人 一个有修养 有教养的人 他早已远离了 他的鱼翅 一个能够不讲话的人 能够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的人 他已经拥有了他的悟性 所以他得到的任何感应 那是正确的 而一个人拼命地去追求人间的任何感应 哎呀我感觉到这个事情 哎呀我感觉到整天心在乱动 意在乱想 念在欺骗自己的良心 最后不是执着 就是着魔 所以无私无为寂静 在佛法界就称为感而遂通 因为上次师父跟大家讲 感而遂通 就是在追求未来过去现在的人 他会失去现在 得不到未来 也会连累他的自己的过去 所以很多人连现在在做什么 他都不知道 他怎么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未来 和理解自己的过去 所以我们很多人活到今天 你叫他讲讲他的过去 整个在虚幻当中 不知道说什么 有的人叫他在解释 叫他在共修 讲一讲自己的体会 讲出一大堆过去的虚荣 所以一个人 不能心包太虚 你就会失去智慧 所以心包太虚是什么 就是什么都过去 什么都是虚幻的 人间我所有走过的路 我都能包容他 我一眼能够看穿世界万物 他都是虚幻不实的 我想通了 我想明白了 我看穿了 这就叫照见五蕴皆空 谢谢 谢谢大家